總統馬英九出席 中日合約生效七十週年紀念日 與眾心腸致詞 最後一段話似乎也在呼籲 中共軍演現況 陳氏三軍統帥的他 關心臺海安全 希望當前危機趕快解決 而自家人國民黨臺北市長 參選人蔣萬安 現身偏綠陣營 萬華故莊 市長好 市長好 李明聲聲邀喝市長好 蔣萬安提到敬老金 掌聲拍得更響更大力 而對於解放軍軍演 直接表態由中共懸崖勒馬 任何一方他片面的 若有任何改變 或者是非和平的作為 我想這個對良關係 還有去和平都沒有任何幫助 我也要再次的呼籲 中共應該要懸崖勒馬 不要再有下一次的軍演 我們的立場其實非常清楚 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 另一頭新北市長侯友宜 視察捷運 細紙東湖縣 同樣新掛軍演 我們努力維護和平 尤其在臺海安全的穩定上 絕對不容許挑釁 我們的國家的安全 我們一起團結共同面對 譴責武力恐嚇行為 不分黨派中共軍演 藍營藥角紛紛出聲抵制 三星文件林安保台北報導